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个快速迅速的一个压回 到目前压回一个46点 我想最主要就是说 受到这个包括像北韩的一个因素 甚至就有发动这个战争余力的 这个因素的一个干扰 那么现阶段包括像港股 包括像这个韩股的一个部分 也随着这个 有可能受这个区域的一个 战端的一个影响 我想这个就是说大盘 受到这个因素的一个干扰 目前做个油红搬黑压回的一个态势 然后到目前是压回一个45点 那以今天这个预估量 大概都还是维持一个 大概900多亿的量来看 就是说以在现阶段 就是说以现阶段就是说 包括从之前一路以来 就是说从上个礼拜 定了1百1来 这个短期碰到的一些利空因素 除了像这个美国的一个 所谓的这个货币紧缩的这个问题 那甚至包括像这 就是说他在上个礼拜 我就说攻打这个 这个叙利亚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 非经济因素的这个干扰 我想都是困扰的 最近这段期间 台股的一路以来的一个表现 那尤其就是说 以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压回 我想这个我们到后续 还是要去密切观察 以现阶段这条月经线 月经线是落在这个9,864点 我想跟我们在以往 告诉各位这个大量的这个低点 大量这个低点 9,800 9,856点 9,856点 相相相相相靠近 那毕竟我想 就是说今天受到这样子的 一个利空因素 这个干扰 这个干扰因素 我们不断还是跟各位做个强调 所谓的一个叫非经济因素 这个干扰 这个干扰都是属于叫 短线的一个干扰 那这个毕竟 军事的一个活动 这个毕竟也不是说海峡两岸的这个争端 我想这个是北韩那边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我想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一个非经济因素 这个干扰 我想都就是说 在短线上 我想这个后续影响 只是一个短线的一个趋势 那当然的话 就一个中线长线的一个格局来讲 都不会做任何改变 所以我想以今天这样子的一个 干扰因素的干扰 后续只要在三天之内 三天之内 恢复到原来的一个轨迹的一个状况 我讲这个毕竟这样子的一个短线的干扰因素 都是属于一个叫短线的一个效应 那当然的话 你就不必去做到一趟过度的一个担忧的一个态势 那这是针对这个大盘的一个部分 我们还是要密切观察 到今天已经是礼拜二 就是说在这个礼拜之前 能不能再重新回到这个月线之上 我想这是提供给各位去做到 他们密切观察的一个重点 那因为毕竟这样子 属于一个非经济因素这个干扰因素 我想这个 各位你真的不需要去太过忧虑 因为毕竟这个冲击 只是一个很短线很短线的一个干扰 或许到收盘 甚至说最慢最慢明后天来讲 又会恢复到原先的一个态势 原先的一个趋势 原先的一个轨道 那如果说各位你反而是趁这种 所谓的这个利空因素的干扰的压回 那这个压回我想又会是提供各位 去做到一趟叫做大减便宜 获得一个绝佳的一个机会点 那我来说我们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 我们特别跟各位分享一个好消息 就是说我们即将会在 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礼拜四的一个晚上七点钟 来跟各位做个面对面的一个服务 那毕竟我想 在这一个波段 尤其是说 这波这个台股大盘 从以往 在这个新春开放盘以来 我想从一路 从这个大概差不多9200点 一路飙到这个9000 9900点 我想这一段的一个拉升的一个价差 从这个大概在9000出头 9100左右 也拉开了高达 快接近900点的一段的涨幅 那这一段涨幅我想在 我们的投资朋友们说 你在近期 你掌握的程度不好的一个实际上结果 那尤其就是说 其实就以我们这个整个操作策略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我们是根据整个一个趋势 来做到一趟叫做顺势而为的一个操作 那我想只要是我们的老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忠实的观众 还是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你就一定都知道 沃老师我们采用的一个 一个趋势的一个策略 我们是采一个双向的一个操作 多头行情 该多就是多 空头行情 该空就是空 那尤其以最近这段短的一个期间来看 我们在之前去年的9月份 从9月21号至当时 我们也做过一段的一个空头 这段空头压回大概500多点 那这段压回500多点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想很多很多的标的 动辄都是5层6层7层以上的一个压回 那尤其就是说 以在这个阶段点 我们既然很清楚的告诉各位 这个后续就是说短线上 到这个下个月第一季季报公布之前 这个盘自治潮潮 都还会会有大概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可以让各位 就是说大盘来做一个叫高档的盘间 晶晶涨这个当下 变成说你都还有大概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可以来跟着我们采用最近以来 我们的短多的策略 就是说把一个礼拜的目标定10% 就是达成一个叫周都赚10%的一个策略 那毕竟我想在这一段这个行情 演进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如何把这一段的这个多头行情 一路跟它做到尾端 做到结束点 然后后续再根据讯号 根据讯号 如果说这个盘已经产生了一个叫变盘转折的这个重点 那只要这个变盘转折点一到 我想后续往下又是一段的一个大行情 所以说我想针对短近期就是说 到底第二季 第二季我们的投资朋友们 你的一个策略面的一个重点 如何来做个因应 尤其是说目前这个指数已经来到9800 我想很多很多的观众朋友们 你都已经有一个高处不胜寒的一个感觉 那重点是说 既然这个盘到现阶段为止 也没有产生任何的败向 那没有任何败向 你又不敢做多 那相对我想 就是说短线上 你要如何让各位你的资金的效率 拉高到一个最高的极致 我想就是说 这个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你在近期你的一个操作面的一个 最大最大的一个考量的一个重点 第一季你要如何来努力 尤其是说 你要如何把这一波 这个短多的一个行情 一路做到它那个多头结束 甚至说下一个阶段 看到一个叫做 这个变盘转折点来的那个时间点 那各位如何如何来因应 我想后续这个变盘转折到后续 又是一段往下的一个行情 那各位如何来做个 双向的一个顺势的一个操作 我想真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我想这个现象 都会在第二季 给各位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一个产生 就是说从这个短多到底涨到哪边 那涨到哪边 这个变盘的一个讯号产生的一个后续 这个往下 你要如何来做个因应 我想真的这个问题 为了说我们的全面性都会在这一个波段的 这个我们在这个礼拜 礼拜四晚上这一场讲座当中 来跟各位做个全面性的一个大剖析 那除了就是说大盘如何来做因应 尤其是说这段时间 我想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说你在上个月 上个月我们演的不讲 就是说过年期间 我们带给各位的这些红包标股 红包过我想 这个在之前各位你都已经赚一大段了 六四八八的一个环球经 想起来说包括就是说我们在 从三月份我们推出两次的这个体验活动 那这体验活动包括像这个 六四五六的一个讯息的部分 这档标的一样 六四五六那个GIS的部分 就是说我们在之前二月份过年期间 这也是一档我们的红包标股 当初贵尼鬼列我们做过一段 然后后续到三月三号我们就带各位来做体验 往这一段的一个拉升的一个价差 短短不到两个礼拜这个价差也拉开 超过三十几块钱的一个价差 信息公包像 红家军的这档2314这个台阳 当初一样从三月九号带各位去做买进 往这一段的一个拉升 短短两个礼拜一样创造 拉开25%的一个价差 信息公包像这个 五四八三这个中美金的部分 往这些标的一样 全面性在三月份我们带各位一段的一个价差 字字稍稍两个礼拜的时间都超过两成以上这个价差 那当然的话各位你也都把这些获利一档一档放到各位你的口袋里面去 那相对应就是说 我们从上个礼拜尤其上个礼拜是清明节这个连续假日 那清明节连续假日我们带给各位 就是我们当初希望各位趁休假前大半做经理 你要趁这个他在整理到个尾端 你就锁定一些好的个股 跟着我们继续来做这一段的一个行情 那我想我们在这一段期间 我们带给各位这档标的就是从我们这档标的从这个3月30号3月31号 我们清明节连续假日之前 我们带各位去做布局的这个6486这个互动 那相对应我想每天讲每天讲到底有没有做买进 我想各位你只要有加入我们这个988的投资派门 那买进的一个时间点 我想我们都清清楚楚 有跟各位提供我们的相关的一些讯息来做个验证 绝对不是空口说白话 那相对应就是说 趁他还没发动 我们再从30号跟30号是这两天 清明节连续假日之前 我们分两天来做布局 那变成说后续清明节过后到目前已经连续5天 连续5红 尤其从上个礼拜是涨停 礼拜有涨停 到昨天礼拜又是涨停 连续三天所涨停 今天又做个改写他的一个历史新高 今天这个高点已经来到75块半 那变成说我们在74块8 先把这些就做互动的部分 我们先做部分的一个获利的一个落贷 那我想短短不到一个礼拜时间 一星期差多少 45%45%的一个价差 获利先把它放口袋 那等到他后续压回 压回我们再做个 重新把这个卖掉的那个部分 我们再做个重新的回接就OK 那是针对就是说 互动 我想在最近这段期间 你有跟紧我们的脚步 尤其是说 当初 我老师我们在上上个礼拜 3月31号 如果说你有加入我们这个 9.8好友的投资朋友们 或脸书的投资朋友们 你就不妨可以再去看一下 3月31号我们就说 在我们的这个9.8当中 我们也全面性都是 趁他还没有发动之前 就已经提早 帮哥去做锁定 为什么看好他 为什么这档标定 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做个操作 有在3月31号的这个 我们的9.8当中 有直接跟各位做个分享 看你还没发动进行 我们先带各位 来做到上布局的一个卡位的一个动作 那后续就是说 迎接他就说 布完局卡完位 就等着他来做个发动的一个喷出 那变成我想在最近这段期间 个股在做个轮动 尤其是很多很多标定 到目前为止都已经做个快速压回 我们不妨看一下 像以往的一些一些强势个股 包括像这个6426的这个 像统薪的部分 到目前压回一个13% 就是说这个触顶之后 都做一个修正 甚至说鸿海家族 6416这个像这个 华汉的部分我想 当初碰触到500多块之后 连续性的压回 到现阶段已经压回100多块钱 170块钱之多 做个不断不断的一个创低 做个创低的态势 甚至说包括像 这让我们的以前空头的老朋友 3552的同事 我想到现阶段 又从350几块钱 一路压回到225块钱 我想这些个股 很多主流个股 已经在做个调整 做个变动 我想 上上个礼拜以来 你没有跟紧我们脚步 买到互动的投资配合 那到底 下一档互动在哪里 甚至说 这个乾坤大 我想现阶段这个主流 都在做个强势的一个轮动 主流在做改变 那至于就是说下一个阶段 你获利晚这个互动的一个后续 紧接而来下一档互动在哪里 整个这个问题 我老师我们都会在这个晚上 这个礼拜 礼拜四的晚上 就是4月13号晚上的一个起点中 来跟各位做个直接的一个分享 那做个前面性的一个 这个标股后续接棒标股的一个大公开 那变成说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你要加入我老师 我们在这个礼拜礼拜四晚上的这场 讲座的投资配合 你都依然可以直接利用广告中这个电话 打电话进来 来跟我们做个预约报名 那甚至都都可以直接到我们这个988 或者说我们的脸书 这个粉丝团当中 直接来做个这个预约报名这个动作 那后续我想 我们在现场除了会 针对整个盘式的规划 想说这个接棒的五大主流标股 我们全面性都在这个现场 给各位做个全面性大公开 想说好的个股再加上好的买点 那你要怎么样子来找标股 想说这个买卖点如何来做个决定 我们全面性都会在现场 直接交汇各位 然后想加入的话 你都可以直接利用广告这个电话 或者直接利用这个988 直接来先 先尽早的来做个预约报名这个动作 好那今天节目该我段落 谢谢各位收看 再见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判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再见 敬佛